是22岁的叶少爷 他是在酒驾 撞死人9天之后呢 终于露脸了 戴着口罩躺在床上 说对不起 然后他们中看到 这名下跪的人 是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呢 是先在停车场 跑给记者追 后来才几乎崩溃的贵窟 在地上道歉 不过这以前以后 情绪的差异是 实在很大 让很 万姐很难理解 他们的道歉的真心 诚意在哪里 你那天有没有解 对不起 一句再一句的道歉 从叶冠亨母子两口中讲出来 在事发过了9天 终于停电了 只是戴着口罩的叶冠亨 躺在床上 却是让近乎崩溃的母亲 哭跪在地上 已经22岁的她不是孩子了 就该为自己的过错负责 记者苦等守候 等到叶冠亨答应露脸 但其实已经是 排演好了一出戏码 反正你先把你要跟家属讲的话 讲给他们听 对不起对家属真的很抱歉 造成家属的母亲 天来毫无感觉的抱歉 叶冠亨真的知道错了吗 气氛的网友改编恐怖漫画 要叶少爷出来面对 不要躲在妈妈后面 看来更为贴切 为不懂事的孩子求情 叶冠亨母亲的眼泪 却一点都不足为席 我对不起他们 我今天没有把孩子交好 等我伤好之后 我会去 其实你那个垃圾车 则影是很大 隔天就是告别式 等伤好再去道歉 当然来不及 而且喝酒开车就是不对 叶冠亨家属 真的最没资格 谈论责任归属 是否真心道歉 家属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知道 喂 好了啦 这样可以了啦 你不可顺眼 你们家还有对面是国王耶 撞死了你们还可以开玩笑吗 你们家还有心情开玩笑是不是 一电视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